上次用C4炸了个灯塔基地 进来之后我发现里面基本没啥东西 就床头柜里有一箱 垂直握把 但是就当我潜入灯塔内部的时候 我又发现两个箱子 打开之后我整个人都满了 雪转 反手撒到交易区 这次转的也不算太多啊 只有五六万 奖励一下自己 办了张金刚五千块 全款拿下 没必要贷款 我身边搞了一些配件 提升了一下装央备 来看一下现在的实力 整机动了手滑了 车里还留了些物资都是用来抄家的 还有几把满配枪用来放回家去 万一哪天嗝屁了 留着洞山再起 本来计划是带你们参观一下我家的 但是刚走到半路 我又发现个大佬的家 四级外墙 一看就很牛皮啊 这要不是走错路了 根本找不到这里 相当偏僻 之前抄家都是要蹲他几天 观察一下用户习惯 这个家还是第一次来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花样 这个就有点难搞 先把车挺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然后又拍了个复活床 OK 过去侦查一波 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 其实这个家外墙中干 围墙是四级的 里面却是个三级建筑 但是就算这样 每个三五包C4也一样整不开呀 关键是不知道家里有没有人 要是有人的话 我一个人还真搞不了 嗯 卧槽 有人来了 本以为是这家主人回来了 但是这走路的知识多少 有点奇怪吧 这就不奇怪了 原来是同行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反手来个黄雀在后 呵呵呵呵 这不是 你开个电锁能把自己垫晕啊 这牛皮啊 我都想爬过去舔包了 结果这家门居然开了 还出来个人 直接把刚才那货都拆解了 卧槽 给我看得一脸懵啊 整不了 完全整不了 太恐怖了 还是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家吧 这就是我家 移动摩天堂 只要我不说 一般人根本不知道 我这个家主打的就是个折磨 不仅抄家都非常折磨 就连我回家的也非常折磨 走 带你们参观一下 首先在外面你唯一能发现的 就是这个 有五级墙包裹的领地器 这边是不是完全看不出来 毫无违和感 然后想要进入这栋大楼 只有一个入口 只要走到门口 就会出发门口的静音报警器 我要是在线的话 就知道有人来抄家了 再往前走一点点 顿下 你就会发现一个高压锅炸弹 不过正常情况下你是不会发现的 因为已经在触发范围了 这东西是激光触发 路过就是折磨 然后再往前走 进入楼梯间 呵呵呵呵呵 还是老套路 高压锅炸弹 但是只要我不说 你根本看不到 这又是一次折磨 而且我这个家只能爬这个楼梯上去 从这里爬上去大概需要五分钟 关键是你至少要爬五六次才上得去 因为路上全是炸弹 关键是我这个炸弹你看见了也没用 当你看见的时候 它已经触发了 你看看 一路都是 全是激光触发 就当你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以后 终于看见一个地雷 但是你还拿它没办法 动一下会掉下去 直接上去吧会踩到 你说怎么办呢 就问你难不来 是 里面这些高压锅触发地雷 我就不说了 走到我家门口 不死个十来次就上不来的 关键是你上了也没用 这个开锁花费的时间 咱就不计算了 只计算折磨 一进门就是炸弹 往里走还是炸弹 别想了打掉也没用 这么狭小的空间一样炸死你 别看这些门上到全厕所 其实里面只有炸弹 就当你不知道被折磨了多少次之后 又发现我这个家里 只有一个冰箱 里面装的全是肉 还有一个铁箱子 里面就几把枪 此时你的心情估计已经原地气炸了 不过我只能说 你根本没找到我的重要物资 其实我的重要物资 都放在阳台上 但是要过去的话 你必须先学会跑酷 就像我这样 拉满机跑 直接过去 不能跳 只能走 不然又是折磨 大概下个七八成就到了 这里面才是我重要物资 怎么样 我这个家是不是非常安全 上次用火箭筒炸了个领地气 然后又装了个我自己的 成功的玩了一手 揪战雀草 但是就当我准备开箱发财的时候 这个家的柜子全是金锁 根本打不开 不过现在的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了 是一个坐拥一包螺丝刀的猛男 几百次开所机会 我就不幸整不开这几个柜子 这个破柜子开了我一百多次啊 真是要命 但是上面写的枪应该很值钱 第二个柜子就相当顺利 才几次就打开了 弹药 让我看看 这家是高级工程师啊 这么多自制子弹 全是AK的 半辈子都用不完 其他柜子都是些材料 就不看了 直接上二楼 上面还有三个柜子 也全是金锁 完美 才四十几次就打开了 上面写的是AK 这么多大弹鼓搞锤子哦 我操 是满弹家呀 全是满弹 七十五发大弹鼓 压个子弹 怕是要整半个小时 绝钻 下一个 打开这个柜子 我基本装麻了 一堆螺丝刀 还有个C色 最后一个堆子 RPG 全部打包带走 说 直接杀到教育区 结果我是万万没想到 反手雪赚 十七万 而且在教育区 我还遇见一个大牢 身穿紫色迷彩服 这玩意只有地宝率卡房 才会出 是不蹲他意思哦 为啥我要蹲这儿呢 是因为我发现 这家伙没开车 他要是出来的话 一定会走这边 本来我也特别纳闷 像这一种装备 为啥没开车 结果我一路未遂 来旁边就是他家呀 来活了兄弟们 但是像这种灯塔建家的 都比较难搞 因为他只要站在灯塔上 方圆百里就能看得干干净净 不过 我还有B计划 他家前面有个服务卷 只要我往里面一蹲 神不知鬼不觉的 见识他的一举一动 只要他一出门 我就开始拆家 实际到了 简单的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家不能走前忙 因为全是地雷 不知道里面还藏了多少陷阱 直接从后面开稿 一下就炸开了 外面没有陷阱 看一下里面 只有一个 是个尖刺陷阱 没有地位 这种陷阱要先打一枪 然后再把它砍掉 这个灯塔的门是上锁的 而且窗户也封住了 左边是个烂木头房 应该没啥东西 直接从右边开稿 上C4 这是个什么家庭啊 里面还剩两个吗 你接着你见啊 反正我炸弹多 这不就开了吗 一楼只有一个柜子 其他就没啥东西 二楼有两个柜子 没有一个是空的 我怎么感觉这个架式 刚建的一样啊 基本没啥东西啊 就枪架子上有两把巴雷特 还没有子弹 家里有两床床 床头还立了个牌子 百年好合 牛片 可这秀NS吧 还有个床头柜 没上锁 看一下看一下 我操 这兄弟得有多不行啊 整这么多 垂直卧吧 回去拿了下螺丝刀啊 虽然就两个箱子 但是来都来了 高低不能空手回去啊 开整 不是很有钱 不过应该能把我拆家的消耗赚回来 我怀疑这家人是不是把东西都藏在这个瞭望塔里 营锁 简单 我操 人都电麻了 我还没有绝颜手套啊 完全整不了 但是我还有其他办法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瞭望塔里有一个入口 是没有办法封闭的 进到里面之后 我发现一个铁箱子 上的是密码锁 还有一个木木箱子 上的是银锁 开锁是没啥问题啊 关键是浪费时间啊 我怕一会有人回来 所以直接整箱拖走 但是就当我拖到一半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回来了 他应该还要复活啊 不过我一点都不慌 因为他家里根本没枪 为了不让他太难过 我们还是先把他的复活床拆了 这家伙的包里也没啥东西 都是些锁和地雷 不过这身烧粉 我倒是挺喜欢 车门还是开的 直接给他开走 但是就当我把车开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下车的时候 这怎么从上面下车啊 走天窗啊 车门还是个金属 唉 不等了 开上我的车 回去把箱子拉走 然后 找个隐蔽的小数理 直接开口 哦 BYE